大汉贤后魏子夫 汉武帝时期民间流传着生男无喜生女无怒 独不见魏子夫霸天下的歌谣 说的就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魏子夫 魏子夫歌女出生一朝便凤凰 却始终保持谦卑之心成为一代贤后 魏子夫年幼时 他的母亲教导他与兄妹们为人要仁慈宽厚 后来魏子夫与弟弟魏青在平阳长公主府里当家奴 恰逢平阳公主宴请汉武帝 作为歌女的魏子夫在跳舞时被汉武帝看重并带回宫中 但进宫一年都没有被武帝招姓 直到再次被武帝临姓并怀孕后 独得圣宠长达十年之久 在成皇后备废以后 魏子夫因为贤良淑德的品行 以及诞下皇子有功被立为皇后 从此魏子夫凭着良好的德行 以及公正的处事风格 赢得后宫众人的尊重 虽然弟弟魏青及外甥霍去病 为汉武朝陛下不适之功 他也依旧宠辱不清 魏子夫做了三十八年的皇后 但并不是独霸天下 而是靠着功顺千和才赢得众人的尊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